民進黨養虎為患 那大家想看看為什麼這麼多的這些綠營的 都牽扯到都是綠營的政治人物 為什麼他們會去參加他的這個母親的告別式 為什麼他們在他打電話的時候必須要回 必須要甚至有一點有求病 是不是因為他們都是他們都知道 可能的原因我覺得最大可能就是 他們就是知道他在網路上有操縱網路的人力 所以大家都對他要嘛有幾分忌憚 要嘛就是想要用他的這個網路能力 想要在適當時期的時候可以利用林秉書的這個網路能力 所以這些相關的政界人士一定是知道林秉書就是網軍 他們一定是知道他如果不知道的話 不可能對一個就是43歲的這個無業 他沒有工作對不對 無業的博士生 還這樣對他有點幾乎 不要說到言聽計從的地步 這些政治人物都是身經百戰 社會上都歷練這麼多 那他們可見他們知道他的相關背景 那是誰造成今天的結果 當然就是執政黨他們一手以來 蔡英文總統在選這個總統初選的時候 原來是一路落後的我記得在民進黨 後來他利用網路的造風向各種結果 這個把賴清德打到賴清德求勞 大家還記得嗎賴清德說不要再用網軍攻擊我 賴清德就自己這樣說所以蔡英文藏到這樣的田果以後 藏到這樣利用網軍 打腎臟的結果就非常的 看重這一點非常的重用網軍 那一路的重輪網軍的結果 網軍長大了以後就開始覺得說 我永遠你反過來要反噬 大家知道這叫反噬 反噬組織 就是說 你們怕我你看每個人都怕我因為我可以在網路 呼風喚雨然後所以反過來是甚至有時候就是利用這個關係 辦威脅的時候就利用關係 辦牟利的塗自己私人的利益 或者是 決定他們覺得他們可以決定風向 這個對國家的發展是相當相當相當不利 但是現在民進黨自己開始在嘗到 惡國 應該是要改進了 這個最重要還是他的資源來自哪裡來自 來自政府 網軍真心最嚴重的是第一個 他運用 就是他們 濫用國家的資源 網軍可以賴以為聲都是 政府用很多的標案 用我們人民的納稅錢 然後來洗人民的腦 第二個 網軍常常意圖帶風向 然後 接著造成 就是 對 一些國家的發展方向有時候 帶一些偏的方向讓一些 或者霸凌 霸凌 霸凌很多人 所以 萬一真正 想要講真話的人不敢出來講真話 這個是最常發生的事情 我們這個民進黨執政黨游網軍 是眾所皆知 大家還記得嗎 這在立法院 不只楊網軍 他們在上面直接就用政府資源在上面做梗圖 這才不過上個會期發生的事情 是誰 他們有個 小兵群不是在做梗圖嗎 然後專門在帶風向 還在大家記者的旁邊就 現場在 不但帶風向 不但是霸凌百姓 而且 還這個 如果對記者報導不滿 他們還 上次那個梗圖 還那個吳中生有的謾罵記者 謾罵媒體 這個是 上個會期才發生的事情 所以 我們這一次的預算的審查 一定會 針對這個 網軍的部分 其實要要求這個 我們要求主席總處 各個部會要提出 相關這些預算執行 是怎麼執行的 這個實在是對國家的發展 有非常不正面的影響 用這個納稅人的錢 實在是非常的不應該 用人民的錢 在洗人民的腦 上次在那個審預算的時候 我們有特別要求說 就之前審預算有要求說 如果是政府部門 做的這個廣告 後面都要寫上廣告兩次 那事實上我們看到很多部會都有造作 那只是 政府楊廣軍的錢 常常 不是 寫廣告 因為他是隱藏在一些標案裡頭 比如說 一些宣傳的執行案子裡頭 在網路上 請小 小編 請網頁的這個 我們看到之前很多單位 他記憶有信的話 這個台鐵之前發生事故的時候 還有人意圖在上面帶風向 這些都是 政府之前在 做的事情 而做的事情又不是對國家有利 只是 在為政府擦脂抹粉 然後擦脂抹粉就算了 你為你的機關擦脂抹粉 問題是 這些 網軍常常是用霸凌的手段 霸凌那些不同意見的人 民主政治發展應該讓 讓不同意見的人也應該可以勇敢的表達 自己的聲音 但是網路上這些軍隊 常常就是對於有不同意見 實施霸凌的這個手段 對於有不同意見的人 還有一件事 與否有無法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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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